字幕提供 好 這個階段 前面階段 我們現在把 轉折面 強化一些些 然後 盡量都是大塊面 畫那個 那個 油畫 畫 石膏像的時候 我們會抓大塊面去做 那個效果比較好 記得一開始都是 用塊面去處理 塊面就是一個 層次一個層次的 結構 盡量把它先變成立方體 然後去訓練 你自己去觀察 這個階段你要去看老師怎麼樣去畫這些東西 我為什麼做這些塊面的 影子 我所看到的暗面在哪裡 那我是怎麼做處理 因為 我們之後要寫生 寫生的話 就意味著你要自己去觀察 那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觀察能力 你就沒辦法畫出那樣的細節 樹苗在講的東西 永遠是在說它的美感 跟一些細膩感 還有它整體的氣氛 當然它也有很多的觀念跟想法在裡面 然後如果我現在畫這個叫鉛筆樹苗 鉛筆樹苗就會更重視一些筆法 那有人會說 鉛筆樹苗跟碳筆樹苗 差最大差別在哪裡 碳筆樹苗是不可 比較難掌控 然後鉛筆樹苗是 你是最 最沒有辦法 怎麼講 它是最直接的東西 它是很單純的 就是純粹的對決 就是鉛筆 它是 它是 你直接拿就可以做的 碳筆樹苗 它又有很多的技術性在裡面 它要壓要推 然後 很多的 那個什麼 你要對 媒介的掌控到一個階段 你才有辦法畫得好 但它 它們的 師出銅源 它們主要的概念還是相同的 因為鉛筆樹苗 你看我們抹了 其實也是跟碳筆一樣 但鉛筆樹苗不像碳筆可以畫那麼快 可是其實碳筆也可以畫很快 也可以慢慢畫 其實都沒有絕對 但是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我還是會先從鉛筆練起來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鉛筆畫好了 比其實像碳筆也不會太差 因為它們是相同的概念 那種筆法相同的概念 然後鉛筆 碳筆很多的裡面也會包含鉛筆的這種筆法 小筆觸 你可以去看林布蘭 林布蘭的自畫像 它看起來畫得很寫實的 它畫一輩子畫了很多的自己的自畫像 它那個自畫像看起來很寫實 非常精緻 可是你去細看 它做了很多的版畫 自畫像版畫 它靠近看才會發現它是一小塊小塊的 這種小塊面的筆觸 線條 是刻的線條 它用這種小塊面的筆觸去做出按面 然後畫出它自己本身 這個筆觸就是 我們現在在知道這個 這個筆觸也可以運用在 我說的碳筆樹苗裡面 碳筆樹苗還是有筆觸 雖然它是粉 那它可能是比較屬於 佐重於比較大塊面 然後那個漸層灰做的比較漂亮 千筆樹苗你只要把它抹掉 其實就是碳筆樹苗的概念 就是碳筆樹苗的概念 所以你看 你去幫我拿個衛生紙 拿一張衛生紙 我還是習慣把它折漂亮 不是折漂亮 折品 是讓它接觸平滑一些 有時候你看老師會要求一些東西 這個是小細節 就是其實很多美好的東西 是在很多的小細節裡面去經營出來的 就是很多人忽略的東西 但是我們藝術創作者 我們去觀察到 這個叫藝術家之眼 就像攝影師 攝影師在拍照 他為什麼可以看到 人家看不到景觀 一樣我們去那邊旅行 他拍的東西就超美的 那叫攝影師之眼 攝影眼 我們這個叫藝術家之眼 繪畫之眼 我們看到的角度跟 平常人看到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靠訓練培養出來 你看我一直在做這個地方 我在做的是他的一個 嘴唇的那個地方的轉折 這個交界的轉折 深淺的變化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 我們只用2B的原因是 你要用2B 2B的黑灰白是最中間性的 那你用力的話 他就可以變深 所以用這種中間性的灰 你可以去訓練自己 去觀察到更多的層次感 這個就是在做鉛筆素描 我們說素描裡面要所學的 你去觀察到美感 去培養自己的畫家之眼 你說老師我這個很 上次說很挫折 很正常 我也很挫折 而且這種東西很多人 很多美術系的真的也畫不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們都會很認真在練習 現在 因為現在當代起來了 很多人是反訓練反傳統的 他們就會覺得重視技術 重視理念跟那個觀念 但這沒有絕對與錯 我覺得對我來說 技術跟創意是一樣重要的 當你跟技術跟創意都是要與時並進的 你不可以只有著重於技術 也不能著重於創意 但技術要達到極致化 創意要達到極致化 其實藝術家很累 他一直不斷的提升自己 一直 像我們都是一直不斷的找自己的缺點 去修正 讓自己更好 更好 這是藝術家的使命 當然 當然我說我只是畫興趣的 那我不想那麼辛苦 那你就盡量把老師所講的東西 所能夠吸收一些 那你可以省很多時間 就像我剛才在講的 一般人你看奇怪 不就塗上去就好了 那為什麼老師要著重跟你們講說 要注意什麼地方 那個就是 我們看到了別人所沒有看到的細節 但這個細節不是那種很小的地方 我們是看到整體的概念 那這整體的概念要在你每一個地方去 把它記憶下來 然後再來你才去省略它 所以一開始畫圖的時候 寧方物圓 寧著物巧 一開始都是大塊面 大塊面 然後慢慢的才從這個大塊面去做這種 小漸層 那有問題要問喔 你看這樣子的一層一層的 這個是轉折面的暗 影子附近的暗 那這裡就有個銳利 這樣子叫銳利知道嗎 銳利以後到後面這個地方 前面這個地方銳利 然後慢慢的讓它變朦朧 模糊 銳利模糊 然後慢慢到後面來 讓它變放鬆 由緊到鬆 由深到淺 為什麼我們要花那麼多時間畫這個東西 就是你要訓練觀察 不然你之後就很難畫 就是其實這個都在建立 建立我們的 對那個 美感的訓練 建立美感 建立我們去觀察到物體本身的那種 層次感 我們盡量為什麼畫那麼大 其實就是為了要做虛擬 對不起 不然的話其實小一點就很好做啦 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時間去經營 就是我希望在前面打紮實一點 而且你這樣畫起來也很厲害 就是這個東西看起來就是很厲害 古典的東西就是 古典的東西就是 誰畫你只要照著概念去做 看起來就是這麼厲害 那個就是抹面不掉的 既然學了 我是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你不要拿來跟老師比較的話 你會覺得很厲害 當然你想要跟老師比較 是最好的事情 這個是 你要進一步就是去比較 當然我覺得你不要用一堂課來 三堂課就要來跟老師比較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能做到是最好的 做不到也不要氣餒 畢竟我畫的失敗的比你多多少次 我光畫失敗就好了 不要說我畫成功的 我就比你失敗多少次 我的挫折比你更多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這很正常的 沒有人學一個東西 就像跳舞一樣 老師跟你講這個動作 老師跳起來好美喔 他也告訴我了 我怎麼就跳不到老師那樣子 只有缺在練習而已 就是老師跳的比你多 我畫的比你多 只有缺在這裡而已 其實沒什麼差別 我也是這樣畫 我也是拿同一支筆 我也是拿同一張紙 我不是拿什麼什麼特別紙 對不對 我們紙是一樣的 筆是一樣的 手不一樣 就是有時候就只是訓練的差別而已 所以其實也不用太 你就多畫 多畫就是一個最基本的進步的方法 然後減少挫折方法也是多畫 好一樣齁 銳利 別人去要繳錢 啊 我去不要 那個其實是算日間道 就是他們那些盲身啊 有個地方去 就問他要不要去啊 好啊 不是嗎 不是嗎 他就是弱勢啊 不然都沒那麼高 他就是做什麼想找啊 可以這樣做啊 他就是因為他會變好 他要這樣啊 他要幫忙同期 幫忙經典啊 就先培養他一些能力啊 有問題可以問喔 就你老公做那個還好嗎 嗯 就還蠻 因為剛好都在放假耶 最近都有一些年假可能會做別的 那還不錯啊 看起來還可以 看到 這樣能回本嗎 因為有一種啊 是說一年吧 一年二年 然後 萬年好像也真的就是有固定一些 還是在萬年啊 對在萬年裡面那棟啊 真的有固定的那個 如果想像的人來 萬年很多啊 對啊 就覺得蠻神奇的 沒有地點 地點很重要 這倒是 所以他投資在那個地點 是有概念的 可是他也應該也沒辦法做太長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 你就是很興起嘛 大家就會那個 就是 就有機會啦 有機會就試試看 就能賺多少回來就賺多少 說不定可以多賺 還有他的那個 他比較比較感同 可是 商人就是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 我必須這樣講 他在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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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很多商人 賺大錢商人就這樣 人家都覺得不可能 他就去做 他就賺了 你知道我也是吧 就是要想法要跟人家不太一樣 當然虧本也是一定的 就像 比較有意思一樣 對不對 這東西沒有絕對 你也不知道絕對賺錢 有 有 我有聽你說 你不是說他開過咖啡廳 那個8加5 85 85 85 就我阿嬤他朋友 他們只會加入 那你會煮咖啡囉 不行 我就是 我就是只能做蛋糕而已 你忘記了 老師 我不是跟你講說 我老公泡個牛奶 然後問100次嗎 那料理書就會背起來 就 把我有沒有給 記不起來 那太複雜了 咖啡 還好啦 只是85都一些咖啡好喝啊 他現在是 反正就有一個時期一個時期嘛 現在 有各式各樣的咖啡廳 類似像那種 路易莎啊 還有什麼 我覺得咖啡廳好難 好難喔 對啊到最後他也是覺得 那樣子不行 那不要 那他的房租 他這個店就很貴 對啊 咖啡廳是真的不好吃 走一走啊 就他要更換別的了 他有做比較長吧 室內設計最長 哦 室內設計 他也是相關科系的啊 室內設計不容易耶 還做最長 我覺得室內設計不容易 那整個車廳 設計很爆乾耶 這個 這個 通常那個都很快啊 就是很趕啊 以前也是做設計上來的啊 我第一個工作是廣 廣... 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廣... 也不知道設計了 就櫈廣廣廣廣廣... 都有啊 美工做也就是你能想像到 不能想像到都會做 什麼都做 手工刀什麼都要 電腦啊什麼全部都要 什麼都做什麼都不 其實那時候做其實也蠻有趣的 他很累 我記得很累 那薪水很少 薪水超少的 我覺得讀設計真的學士的基金 學費又比較貴 學費比較貴 然後出來試著又變成資金 也沒有比較貴 真的 後來也是難怪很多人都說 可是我必須說 我有很多的前輩他們是很賺錢的 就是他後來沒有他後來 因為他資源會被前面的沾光 可是什麼東西都一樣啊 就是你看資源就被占光啊 名氣什麼資源 他們就變成是錢滾錢 好像都是這樣啊 什麼都是一樣 你看這樣子的那個把它做出來喔 盡量是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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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就是 你先幫他化妝嘛 都還沒化妝 就覺得他扁扁的 這樣對他也不公平啊 你幫他化完妝 他還是扁扁的 那就是有問題 再調整 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 就還沒做嘛 你做了再說嘛 有沒有 整個立體感就出來了 你看我的筆法齁 我就盡量就是走來走去 有沒有 我是這樣做完了繞一圈回來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邊做完繞一圈回來 我不會一直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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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你要你要 讓他是統一的齁 不是就是你要 我我我習慣做畫的順序是 我會繞一圈大概做到 做到七八成 然後再回來修整他 你想要一次做完的話 可能他整體感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注意整體感齁 所以我們畫石膏齁 那很重要 整體感很重要 整體感很重要 整體中的上 還做什麼 對啊 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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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興趣啊 我們下次可以去啊 去新竹北埔那邊啊 農場 關西附近 北埔啦 北埔 然後我們在那邊做麻糬 還可以做擂茶 還蠻好玩的啦 可能我沒做過麻糬吧 就自己搗啊 就是確實跟他買 然後自己搗這樣 跟小朋友一起搗 然後自己做麻糬來吃 然後還有擂茶 你們知道什麼是擂茶嗎 就磨那個芝麻跟那個什麼 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結果我就說我們行程好像老人 就帶小孩出去玩那種 小朋友應該會喜歡麻糬啊 是蠻好玩啊 應該ok啊 很開心啊 而且麻糬很好吃 你看這個的內體 然後 為什麼我畫起來變成勾 勾 因為你影子這裡還沒做啊 你看這個地方 這不太一樣的那個留白跟你一樣 為什麼沒有救 可以啊 你又沒有 你又沒有畫破掉 你畫破掉可能就沒有救了 為什麼我這中間好像一個勾 有個縫 然後兩片分開 中間一個黑色影子 你畫破掉就沒救了 沒有畫破掉都可以啊 你這也沒錯啊 你下次又先快滅啊 反正就要先快滅啊 老師你覺得ok就對了 對 就是我們是先快滅 我們是先快滅 沒有沒有 這概念是對的 我們是先從這種快滅 這個也是從快滅 然後再衍生出 小快滅 小快滅 大快滅 要有這個快滅的概念 你有學到快滅的概念 就是這堂課才是我教你的重要東西 我們看到這種平滑的東西 它是有數個小快滅 它是一個這裡的快滅 這裡的快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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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可能一二三四 你能做多就做多 你看我畫都是這樣 一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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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現 所以其實我就是要你有快滅的概念 那其實沒有問題啊 只是說你還沒有把 你沒有把快滅多做 你現在快滅是簡化的 你是抓大快滅 我們上一次是做大快滅 大快滅做完以後 我們才開始小快滅 當你小快滅上來 它就圓潤了 知道我意思嗎 有在錄了 就是你小快滅 小快滅過來就圓潤了 小快滅過來就圓潤了 小快滅來就圓潤了 這個就是 我們在前面的時候就是 我們在我們說做準備 就是對樹苗做準備 這些課程所重要的東西 那你不會說我畫半天 老師也沒示範 然後就叫我畫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在畫什麼 老師也不知道在畫什麼 老師畫什麼跟我沒關係 那樣 我希望你們是能在裡面 從中學到一些 我要告訴你的東西 那這個其實 也不要小看你們現在所學的 你們這甚至比很多專業的 都還要厲害了 我必須講 因為現在 其實 我自己想到我們以前 也是沒有講到那麼細 所以我才會說 來畫室 我會希望給你們盡量多一點 你可能會比較吃力啦 就忍耐好不好 多學一點點不是壞事 反正你錢都繳了 當然就是 除非你說 我不想要壓力那麼大 我想要很輕鬆的那種 那我們可能就是 不要選這麼難的題材 我看我朋友畫到 我跟狗 因為都長在那頭 就很暈倒 我希望你在這裡面學到以後 你之後可以畫出不一樣的東西啦 那當然不用那麼著急 因為畢竟你 你才畫幾堂 你才第一堂 畫這樣 你就希望畫到極完美 因為有點強人所難啦 把自己 如果你畫很久了 這樣的逼迫是好事啦 就是我們就是一直不斷的要進步 所以一直強迫自己進步 如果你還沒畫那麼久 那你就跟著進度走 跟著進度走 你在這裡每一堂課 都能夠學到一些東西 那就很好了 你說不會啊 聽不到聲音啦 看不到人家的聲音啦 這個世界是厲害的 你說不會啊 他們有點字啊 還好啦 我們覺得 可是你看不到世界 我連人聽不到世界 我沒有看不到世界 我說兩個選擇 你要當耳衝啊 什麼歌 人家耳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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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要看 他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天 他那天 他那天 前天馬 早天馬來的時候 這個禮拜一天 他那天 去把他補充 他那天 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媽媽 你其實都覺得很高 就是你說 你都覺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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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覺得很高 好不好 你都覺得很高 看起來很高 我不會啦 他就說 他那麼高 我對他們 他就說 他就說 那個 他就說 某個 他就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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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